《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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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 中共六中全會閉幕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 魏健恒的讚稿人 黃友群博士發文 對六中全會進行解讀 他認為 六中全會公布透露出 三個實實在在的重大信息 第一 最後的重歌 長達7,000多字的六中全會公布 沒有一句話說中共存在的問題 沒有一句話說中共應該吸取的教訓 通編充斥著對中共偉光正的歌頌和讚揚 黃友群表示 敢說明中共已經徹底喪失自我反省 自我革新能力 這些好好好 是目前中共內外交困 陷入全面危機之際的自我安慰 自我陶醉 甚至是自我麻醉 是百年中共已經走到歷史盡頭的重要標誌 第二 習近平沒有接班人 六中全會公布 給了許多高母習近平帶 說他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 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 黃友群認為 既然如此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三連任 就應該是無可爭辯了 他表示 百年中共沒有解決依法 有罪實現最高領導人權力的更跌問題 這是中共一黨專政固有的內在 不可克服的矛盾決定的 近年來 經常有人說 習近平是最後一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由百年中共已經喪失自我反省 自我更新能力 習近平上台九年沒有確定接班人來看 這個說法或會成真 第三 鐵帽子王是重大威脅 中共六中全會公布 由表面看一派和諧景象 不過真是如此 非也 黃友群說 習近平上台九年來 拘捕了江澤民 曾慶紅和他們親信提拔重用的 由中央到地方的一批黨政軍高官 直接觸犯了江曾利益集團的撤身利益 這些人對他恨之入骨 想將習近平趕下台 甚至可能想致習近平一家大勢於死地 他表示 那些你死我活真金白銀的較量 不是六中全會公布中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話大話空話 能夠掩飾得到的 六中全會之後 中共二十代前 習近平和鐵帽子王 江澤民曾慶紅之間的內鬥 肯定會繼續下去 黃友群最後總結說 中共六中全會之後 解決江曾的政變威脅 可能是習近平的頭等大事